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有兩宗關於媒體的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就是繼英國之後 德國方面也宣佈了 要停止廣播中國的CGTN電視台 原來兩件事件當中是有密切的關聯 第二宗消息 就是歐盟點名批評香港電台 說他們停播BBC的國際頻道 是損害了新聞自由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原來英國方面禁播CGTN電視台 造成了連鎖效應 令德國方面也要跟隨 德國的北威州媒體管理局證實了 中國的CGTN電視台 沒辦法在德國繼續播放 為什麼呢 原來 歐洲多個國家之間 一直存在著一份共享牌照協議 由於CGTN電視台 之前在英國獲得了播放許可的關係 所以 他們在不需要另行申請牌照的情況下 自動獲准在德國進行廣播 而英國的通訊管理局取消了他們的牌照 CGTN在德國的播放許可 也都除之而失效 路透社就說 Vodafone的德國分公司 就已經停止了在多個州的有線電視網絡當中 傳送CGTN電視台的節目 按照目前已知的情況 英國方面就已經取消了 CGTN電視台的牌照 而這個牌照 就獲得了多個國家的播放許可 其中就包括了德國 故此 德國方面就已經叫停了這個電視台的播放 到底其他歐洲國家會不會這樣做 其實理論上來說 就應該是要跟隨德國這個做法 因為CGTN的播放許可 其實是在英國那裏拿得 批給他那個國家都已經是撤銷了的時候 基於這個被撤銷的播放許可 而引申出來的自動准許 其實都應該是會自動失效的 原來 歐洲這一項的跨境電視協議 就在1989年的時候簽署 這份協議就規定 只要在歐洲其中一個國家 獲得播放牌照 就可以在全歐洲通用 當然這個全歐就是 你有份簽署協議的歐洲國家 而這份協議 是基於歐洲委員會的框架 而成立的 並非基於歐盟或者基於北約的框架 就算是基於歐洲委員會也好 我翻查過資料就發現 其實不是每一個歐洲國家都有簽署的 比如說 比利時 丹麥 外爾蘭等的國家 他們就沒有份簽署 而英國 德國 法國這些大國就有簽署 所以 縱然英國已經退出歐盟也好 但是英國仍然是歐洲委員會的成員 所以理論上 當英國停止了CGTN電視台的播放許何 凡有簽署跨境電視協議的歐洲國家 都不應該再播放這個電視台 德國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受影響的國家 現在CGTN電視台面臨在全歐停播的風險 他們有沒有一個解決的辦法 是有的 只要在跨境電視協議的簽署國當中 大陸成功地找到一個國家 願意批給一個 播放許可牌照給他們的話 就可以在全歐洲範圍 恢復廣播 所以這件事是很吊詭的 因為英國說他們這個電視台 實際上是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控制 於是就把它停播 但是如果這個CGTN電視台 找到其中一個歐洲國家 願意批給牌照給他們 到底是否意味著 英國都要被迫 自動准許 CGTN電視台在英國廣播 這件事我就真的不懂得解 因為我不是那個法律專家 但是如果會的話 這種情況就太過吊詭了 當然這個只不過是一種假想 那個先決條件都是 你CGTN能夠找到一個 歐洲國家是肯批個落地牌照給你才算 實際上來說 有哪些國家是可能會幫得到中國手 也有不少的 俄羅斯有份簽署這份協議 塞爾維亞也有份簽署 大家都知道中塞友誼是萬古長青的 尤其是塞爾維亞總統姆薛奇 非常之尊重習近平總書記 如果北京開到聲 叫他幫忙 批給CGTN的廣播牌照的時候 可能人家都會很鬆手立即批 你立即批的時候 就等同於他可以落地 一有這個落地牌照的時候 他就可以自動在其他有份簽署的歐洲國家上廣播 到時 CGTN就會完全收復失地 不過這些就叫做言之上組 始終這些歐洲國家都是 獨立的主權國家 不是某些國家叫他做什麼 他就會立即照做 起碼來講到談多少的條件 是不是 你有沒有什麼甜頭能夠提供給人 還是索性都不再申請一個牌照呢 因為這個牌照純粹是說落地廣播 而在互聯網上的廣播 和通過衛星來傳送節目 就不受這個牌照影響 他現在照樣都可以做的 所以這次英國和德國 停播CGTN的風波 就沒有像想像之中的影響那麼大 畢竟來說 這件事的象徵意義才是重要的 因為別人不讓你進行落地廣播 就已經是對你一個很嚴重的表態 而英國也都說明 你那個CGTN媒體 最終就是控制在共產黨手上的 這才是停播 當然這就是電視台方面的東西 但是 傳統媒體就已經是夕陽工業 反而來講 互聯網的影響就日益來增強 尤其是說那些手機APP 其中一隻玩到很多歐洲人都溫溫彈彈的 就叫做TikTok 就是抖音的國際版 其實這個TikTok不單止在美國受歡迎 在英國和歐洲的國家都是很受歡迎 這個所謂的短片 或者叫做直播的平台 TikTok所展示出來的軟實力 其實就遠遠地超過了這個CGTN電視台本身 到底那些歐洲國家什麼時候會 檢視到TikTok這個問題 我相信就不遠了 因為現在既然都動了這個電視台的時候 按照去年那個 中美媒體戰的軌跡 打到差不多就會變成了這個科技戰 那到底中英之間或者中歐之間 會不會是變了朝著這個方向來去行進呢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了 好了 至於第二單消息 就是 歐盟罕有地點名批評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昨天就決定 從深夜開始不再廣播 BBC的國際頻道 和BBC時事一週節目 實情 大陸說不播那個就叫做BBC世界新聞台 跟 港台那個是不同的東西 人家那個世界新聞台 你港台停的那個就叫做國際頻道 到底其實這個決策的過程是怎樣的呢 這件事其實民眾都會有興趣知道的 到底是港台的高層聰明不及 走去刷鞋 停播BBC的國際頻道 還是他們其實都受到了一些外部壓力 被迫來停播 兩件事就很不同 如果純粹有些人懶得從中作梗 走去停播這個BBC的話 代表你這個台是很腐敗很不堪 因為大陸停的那個根本上就不是國際頻道 而是世界新聞台 你看到有BBC就馬上去停播 這些擺明就是想博表演表忠 問題就是如果港台根本上都是受到壓力的 可能他們收到電話 要求你要停播這個BBC的國際頻道 和是時事一週的節目 他們就外於壓力的情況下 被迫停播 這個就不同 這個是被動式 至於如果是港台自行抓主意去停播的話 這個就變成主動式 所以 究竟現在這壇事是怎樣 港台也應該有一個說法 告訴大家 歐盟方面在昨晚就發表了聲明 說中國在去年多次驅逐外國記者 而今次廣電總局停播BBC的舉動 就是大陸政府進一步限制境內言論自由和接觸資訊 而聲明有提到 說香港電台停播BBC的節目之後 就進一步顯示 香港自從去年6月設立這個港區國安法以後 香港的權利和自由 就進一步這樣遭到蠶食 反映的就是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自治越來越少 這個就是 歐盟方面的聲明 但是純粹來說它只有一個港字 它有沒有做到什麼具體回應 暫時就不見得到有 我看到有些人說 現在德國 去停播了CGTN大外宣 就是已經回應了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這兩件事是不能夠混為一談 因為這兩件事是平衡行進當中 即是說 就算大陸從頭到尾都沒有停播到BBC 其實CGTN電視台在歐洲都是沒有人走的 因為現在德國停播並不是他們主動要求的 而是按照跨境電視協議的條款被動執行 所以這件事我就不認為 是德國正在反制中國 反而他們就是遵守法規 按照這個規定 將這個台停播 這個叫做技術性停播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